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政府真的是非常的奇怪 法夾彎的政策太明顯 我這兩天說過 如果士林地檢署發布的通緝令對陳同佳 而我們政府陸委會跟相關的單位 又拒絕陳同佳入境 全台灣人都會憤怒 換句話說 換句話說如果在台灣 將來沒有任何引渡條文 外國人在台灣殺了外國人 跑掉了都沒有罪 這個邏輯是有問題的 我們主動放棄了我們司法管轄權是非常危險的 所以蔡英文跟民進黨政府口口聲聲說 所以會維護台灣的主權 但是沒有想到這幾天的變化 他很明顯他是放棄了台灣的主權 那麼因為整個台灣人民的憤怒 這個聲音出來了 趕快正式再轉彎 蔡英文總統這個宣布 你要怎麼跟行政院蘇貞昌院長還有徐國勇交代 這雙方講的政策好像都不一樣 方法都不一樣 處理的手段都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口口聲聲說 愛主權的民進黨政府 千萬不要做傷害主權的事情 以及我們的司法權 好吧 謝謝 陳同佳要求來台投案 蔡政府只是不斷的跳針說 必須要建立司法互助 我們當然支持台港之間要簽訂司法互助的協議 但是這跟陳同佳同案完全不抵觸 可以先就個案同意嫌犯來台受審 以建立台港司法互助實務的範例 這不是更好嗎 陸委會今年五月還公開的向香港政府喊話 不用修法可以馬上把人送過來 既然當時可以要求港府馬上把陳同佳送到台灣來 為什麼現在反而不可以了呢 為什麼現在反而要用缺乏司法互助協議 而拒絕他投案呢 蔡總統平時高喊守護主權 難道不知道放棄司法管轄權 這是一種嚴重侵害主權的行為嗎 蔡總統難道不知道 百年前我們訂了許多不平等條約 列強不就是用這種方法來侵犯中國的主權嗎 不要為了政治操作折損國家主權 更不要為了選舉的利益糟蹋國家主權 無論蔡政府如何用盡各種理由跟話術來掩飾政治的算計 事實只有一個 一條寶貴的人命在台灣遭到殘忍的殺害 蔡總統人命關天 您不在乎我們在乎 這是一條人命 一個媽媽辛辛苦苦把女兒養大 燦爛美好的青春年華 卻蠶死在台灣 將心比心 我也是兩個女兒的爸爸 想到她媽媽心中的痛 我真的是非常難過 蔡總統您不在乎 我們在乎 請你讓殺人犯來台投案 還死者家屬一個公道 讓全世界知道 中華民國是一個保障人權 尊重法治的進步國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